好 我们来看看下一条 近日韩国军队结装了一套号称 命中率100%的导弹拦截系统 它能成为韩国本土的金钟罩吗 据韩联社报道 韩国防卫视野厅11月26号表示 韩国自主研发的中程中高度 地对空弹道导弹拦截系统天宫2 首次交付韩军 据称天宫2可同时应对 敌方弹道导弹和飞机攻击 该系统2012年起 由韩国国防科学研究所主导研发 在各种试射中创下100%的命中记录 2017年6月被认定适合投入实战 与2018年投入量产 据悉天宫2最大作战距离40公里 最大作战高度20公里 构成韩国本土三层导弹防御系统的中间层 主要防御对象是朝鲜的进程弹道导弹 来自湖南长沙的网友漫步者提问 能打20公里高的导弹并不稀奇 为什么韩国敢将这款指标平平的防空系统 称为弹道导弹防御系统 它能拦得了朝鲜的导弹吗 再一看来说射程40公里射高20公里 这个作为导弹防御来说 这个指标确实是太低了 但是你注意就是它讲防御的是短程弹道导弹 也就是说这套反导系统针对的 仅仅是短程弹道导弹 所以从这个领域上来说 它还是有可能取得比较好的拦截效果 韩国急切构筑本土的导弹防御系统 难道只是为了防范朝鲜吗 有没有别的方面的考虑 肯定不光是为了防范朝鲜 甚至我们可以讲 它不光是为了拦截弹道导弹 我们看到韩国的防卫事务厅的厅长 曾经讲过 他说这个导弹交付 将对构成韩国的导弹防御系统 对尽早收回战时的作战指挥权 以及军工出口做出贡献 所以我们看到 他这个讲话当中 除了导弹防御之外 还专门讲到了提前收回战时指挥权的问题 和军工出口的问题 而这当中提前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 这个提法耐人寻味